大家期待已久的鱼香肉丝终于来了 不过呢,版本太多 今天我来教你做一个家庭版本的 更新了600多道家常菜的 老实说,你学会哪一道的呢? 选用猪腰条肉拿来动一下会更好切 这是酒店专业厨师的切法 切肉丝要顺向切 要是切肉片就横向切 切完记得冲洗干净 能够有效去除烧味和异味 为了浇详细一点,不要嫌视频太长哦 用刀把葱姜拍碎 下半勺水,料酒,盐 抓拌均匀,调成葱姜汁 拿来腌制肉丝,加胡椒粉 能够有效去除猪肉的烧味 先抓拌两分钟 让肉丝把汤汁全部吸进去 酒店腌制肉丝肉片就是这么讲究 再来下半个蛋清 你看吧,其实这些细节很重要 后下碗肉淀粉继续抓拌均匀 用这个方法来处理肉丝 下次你就不用再担心腌制完会出水 会脱姜了 来点食用油更明亮 也不易结成一团 今天的小红星 你就看着心情给吧 配料准备胡萝卜 作为一道菜 前期的刀工准备和处理 真的很关键 正所谓三分炉台 七分案板 碗中准备生抽调味 老抽调色 白糖提鲜 陈醋 料酒 玉米淀粉兑水勾芡汁 调料提前准备好 等一下才不会手忙脚乱 锅中烧水下盐和油 可以增味增量 把胡萝卜和木耳提前过水备用 待会炒起来才不会干巴巴 把锅烧热下少许油 这肉丝呢 先低油温滑熟 这样比较韧 火别太大 不然容易炒老 加葱姜蒜 小火炒香 来点豆瓣酱炒出红油 下了豆瓣酱就不要再加泡辣椒 不然更咸 下青红椒丝 把这辣椒味炒出来 后下木耳胡萝卜 黏上调好的酱汁 快速翻拌均匀就OK啦 食物定义 四口则真 简单食用才是根本 工作在内 不要忘记按时吃完哦 不要忘记按时吃完哦